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來教各位單身的男性朋友們 如何脫乳 女生到底要怎麼追呢 首先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是 追女生是有步驟的 要按順序走的 所以千萬不要 在還不會走的時候就想要飛 因為只要走錯一步就很難挽救 所以蒟若以下要講的請你注意聽 首先第一步 包裝好你自己 女生在不了解你的內在時 她看到的就只有你的表面 這不是膚淺 因為大家都一樣 包括你自己 請各位想想看 如果有兩本教英文的書 一本是用素色封面 書名是如何學英文 而另外一本是彩色封面 還有搞怪的插圖 書名是別擔心白痴也能把英文學好 你會先去翻哪一本 但是不用擔心 因為女生眼中的帥哥 不一定是只有外表喔 比如說你很會穿衣服 你有獨特的幽默感 你上課或是工作的時候很認真 你會扶老太太過馬路 或是你有數不完的鈔票等等的 那些都是女生眼中的帥 請記住 一本書的內容不管再怎麼精彩 只要沒有人願意去翻來看看 它就只是在書店裡深灰塵的工具 但前提是你也要想辦法 先讓自己這本書變得有內涵 別讓女生翻開你這本書之後 才發現裡面全部都是垃圾內容 多充實自己並不困難 接下來第二步 製造機會聊天 有了比較吸引人的包裝後 接下來你就要懂得 如何放膽跟女生講話 我不是要你一開口就約他出去 金蟲充腦是不是 舉若是要你跟他 好好的像朋友一樣聊天 這邊有個重點喔 千萬千萬不要讓他覺得 你想追他 因為一旦女生知道你喜歡他 他就會開始用放大鏡來衡量你 跟之前追他的那些臭男生有什麼不一樣 舉若教大家一個方法 要跟你喜歡的女生聊天前 請你先想像一下 他坐在馬桶上 一邊放連環屁 一邊拉肚子 還一邊摳腳 然後整間廁所都是他死味的那個畫面 你就會發現跟他聊天 忽然變輕鬆很多喔 因為你越是自然 對方越是沒有戒心 第三步 觀察他到底喜不喜歡你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一步 因為如果女生對你完全沒興趣的話 你送他再多東西 你對他再好都沒屁用 那如何知道女生喜不喜歡你呢 方法有三種 第一種 請你仔細的觀察 當你走到他的視線範圍時 他看到你的時候 有沒有在整理他的衣服或是頭髮 像這樣子 因為他會在乎你怎麼看他的外表 而且這個行為連女生自己都不會發現 那是下意識做出來的動作 第二種 當你們在聊天的時候 他有沒有很好奇想知道你從以前到現在所發生過的事 比如說他會問你 你國小的時候有喜歡過誰嗎 你國中哪一科最好 你都考班上第幾名 舉我只是舉個例 你要自己看情況來衡量 反正如果你發現他很喜歡問你以前 那你成功的機率就會高很多囉 第三種 當你今天要約他出來的時候 先不要單獨約他 太明顯了 比如說你這邊 有兩三個男生朋友要出去玩 那你就可以問問看他 要不要大家一起出去玩 女生只要喜歡你 就算他再怎麼忙 哪怕他先跟他朋友約好了 哪怕你們是要去參加你六嬸婆的功績 他都會跟你一起去 那這三種情況如果都有的話 那你追到他的機率已經高達90%了 恭喜恭喜 所以第四步就是溫水煮青蛙 如果你前三步都確定走對了 這個時候花在他身上的時間 還有錢才有投資報酬可以的 花什麼錢 花小錢 這時候你就可以適時的 送他一些小禮物 對他表示善意 比如說你可以花個幾百塊 買個耳環戒指之類的 下次見面的時候跟他說 逛街的時候忽然看到了 想說你戴起來應該蠻好看的 然後講完之後 要馬上帥氣的離開 不要多聊 掉他胃口 女生如果喜歡你的話 過沒多久 他就會把你送給他的東西 戴在身上了 但是請不要耍白目 人家女生沒穿耳洞你送耳環給他 或是送他不喜歡或是沒興趣的東西 在剛剛第二步驟聊天的時候 你就要慢慢的去套出他喜歡什麼 他不喜歡什麼 溫水煮青蛙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不定時的傳LINE 小心的關心一下 比如說別太晚睡喔 不要忘記吃飯喔 做愛記得要帶套喔等等的 然後不管他回什麼 你至少都過兩個小時才看 保持不讀不回 掉他胃口 他如果問你 怎麼那麼晚才回我 你就開玩笑的跟他講 在忙啊 你不知道我朋友很多喔 一秒幾十萬上下耶 總而言之就是讓他覺得 你好像有在關心他 又好像有點不在乎他 讓他一步一步掉進你挖的坑洞 等他發現他在坑洞裡的時候 他已經逃不出來啦 最後一步就是修成正果 請你早一天單獨約他出來 說要一起吃個飯 看個電影隨便都好 重點是見面的時候 請你製造兩個人 可以一起過馬路的機會 綠燈一亮池 請你把畢生的勇氣拿出來 勇敢的把他的手給折斷 阿對不起 應該是牽起來才對 只要對方沒有把手甩開 恭喜你 你們已經變男女朋友了 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不要耍笨問女生 要不要當你女朋友 因為最好的告白 就是不用告白 行動就可以證明一切 戀愛的課題分成四大階段 分別是追交往結婚還有維持 其中最簡單的就是追 那你知道為什麼 你到現在還是單身嗎 很簡單 因為 你沒膽 橘肉只能告訴你方法 你要自己去行動才有用 最後祝大家都能順利脫離單身 這次的客人就上到這邊了 我是橘肉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有關良性的議題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肉聊感情 我們下次見 見 我們下次見